大家好 全港的土地大辯論進入尾聲 提提大家 在8月30日星期四 AM730舉辦的第二場土地小辯論 會直接進行 在這場土地小辯論的開始之前 今天我們請到 另一位嘉溫曾慾成先生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對香港土地大辯論的看法 其實我有個看法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就是跟需求有關 最後跟供應有關 尤其是那些人經常說 我們香港人好像新移民 好像新人口 都不是我們香港自己土生土長 但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為何會這樣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住得太壁 因為住得太壁的時候 令到香港的年輕人 他想結婚好 想生小孩好 就算是看了研究 怎能這樣生幾個 生育率本身有很多因素 我剛去新加坡看完 他們非常照顧那些結婚的年輕一代 如果你兩個年輕人結婚 立即優先給你一個房屋 所以新加坡有一個流行的說法 一個男子和女子和女朋友說 他說我們一起申請做屋 好不好 就等於求婚 因為他一起申請是快些的 但當然你說也對 我自己也遇到這樣的案例 即結婚之後 是因為沒有自己的地方住 要各自在自己的父母家裡住 這些情況在香港來說大家都知道 所以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供應裡面 剛才你提到新加坡的例子 除了你之外 聽過坊間有其他人說 新加坡的做法 不是說什麼公司合營 總之政府很多都是他主導的 做規劃 在香港實際的情況下 公司合營是可以考慮 還有不單只要考慮 我們還要幫政府和整個社會 想一個方法去怎樣令到公司合營 有效率又透明 令到大家都覺得是可行 還有幫得到會更加效率 增加到這個房屋供應 那你的看法究竟是怎樣 我知道我們第一任行政長官 董建華先生都去新加坡 即是取過經 他回來就是提出850年 他的目標都是希望 大多數香港人都擁有自己的房屋 新加坡他一立國 即是上世紀60年代 他已經將人人養屋住 作為他很重要的施政綱領 然後他第一批的那些總屋 都是租的 好像香港那些公屋一樣 但是接著很快 他就推出這個居者 他的真正居者的旗屋 是他搞的 跟我們香港有什麼不同呢 主要 我都留意到AM730的施永青先生說過 香港呢 跟新加坡不同的地方 主要就是在於供應了 新加坡呢 他你 譬如要申請這個居屋 都要排隊 都要抽籤 但是呢 他是 六個抽一個 可能綠合彩更難 香港更難過綠合彩 你想想 他通常 我剛才說呢 他那些年輕人的結婚呢 他有得計 他最多等四年 四年就會等到有屋的了 那麼他變成有計劃 所以他現在呢 今天已經做到呢 新加坡 七成半的家庭 是擁有一間總屋 是他自己的 那為什麼做得到呢 因為 新加坡政府呢 在很早期 新加坡剛剛發展的時候 他就已經 真是政府都收了地 是 那麼大部分的地 就在政府手上 再加上團海 他團很多海 那些全部都是政府的地 所以他有很多地 要建造這些屋 香港呢 很抱歉 我們錯過了那個時機 你說為什麼香港 我們不可以政府 全部收拆在地呢 香港有一條土地收回條例 是有的 但是規定要公共用途 是 那你公共用途呢 你 如果你收拆地 全部建公屋 可能可以 可能講得通 但是你現在事實上 香港呢 就是你如果你說 全部建公屋 也都滿足不到 香港的市場 那個需要 那如果你說收了地 我向一個發展商手上 收了地 然後就拿出來拍 就被第二間拍了 第二間拍了來 去建樓 這樣呢 恐怕呢 就 被人司法覆核 都未必站得住 那政府 政府就是這樣說的 那麼現在呢 發展到今天 我們都知道 譬如新界 很多可以發展的地 都在這個 私人發展商手上 所以說 現在 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委員會 建議說 可以供私營合作 有些人就說 這個怎樣利益輸送呢 現在那個 問題就是 那幅地 就在私人發展商手上 那你說政府 用收回條例 即收回土地條例 你有排爭 你就算你那個補償的問題 你都可能有一段時間 是的 因為我想以前 就算有些官司 他就算說得通話 是公共用途也好 但是 怎樣才是合理的賠償呢 沒錯 這些是一定可以打的 所以 我們覺得現在 對發展商來說 如果政府不動 我不讓你改變用途 那他坐著地 他都做不到事 那些地產公司 地產商 他都是上市公司 他都要講業績 是 那如果好 跟政府假如 真的 有一個合作的協議 讓你改變用途 但是呢 你要一個相當的比例出來 是給政府建公共房屋 那這個 就舒緩到我們 公屋方的問題 我也了解過 發展商呢 當然 就否認他們是團地 他就是剛才那個道理 我是上市公司 我如果囤著地 全部都沒有 就是 沒有業績 對 是不是 那我也要考慮我 上市公司的價值 為什麼呢 就是他申請 改變用途的時候 你就要補地價 你補地價 你補地價 那些政府 分分鐘爭辯 怎樣補法 就爭辯你十年八年 政府的角度 我又理解 你從公務員說 我最怕被人說我利益輸縮 是 是不是 我如果搜尋那條線 沒得商量 我就是要 要定一個比較高的一個標準 對 最多就 最多就 做不到事情 賴他的全地 對不對 如果不是 假如說我一降低 喂 你都知道 很多人都看著 是的 是不是 是吧 地產商之間 你都看我看你 喂 為什麼你特別 他的補得這麼低 我們說得這樣 就是在小組那裡談 對社會最大的利益 就是釋放了土地出來 能夠蓋到公共房屋 無論是租住公屋也好 或者是政府資助的 就像居屋那類 那些是慢過私人 能夠蓋到 是 他現在說 合作最低限度 都一半以上 希望會有 跟發展商來說 這幅地本來是我的 好了 我分了一半出來 這裡我發展 一樣要補地價 是的 那些補地價 就算你有一半 拿出來建公屋 我們覺得如果 能夠 就是 被公眾看到 喂 這幅地一出來 就已經馬上有 幾多個新的公營房屋單位 可以出來的話 大家就會比較容易接受 是 即是有好處 即是能夠幫助市民 是的 所以我們就很希望 看到一個成功的案例 先出來 坦白說 如果你真的 一說好 發覺整幅地 大部分都拿出來 蓋到豪宅 或者蓋到納米樓 那當然是坐牢 一般市民覺得 沒關什麼事 那就是 現在我們做很多諮詢 很多市民都這樣說 你說填海 就告訴我們 填海我們做什麼 是吧 你說新界發展了農地 發展了我們做什麼 如果暗爭又出了豪宅 關我什麼事 就是這樣 但如果我們有一個 成功的案例出來 真是立刻釋放到有多少地 立刻建幾多年之內 就可以建幾多公屋 那就不同了 市民就會 沒那麼討厭地產商 又會對政府信心大一點 覺得他們做到事 可以這樣說 希望是這樣的 希望朝這個方向走 今天很多謝曾學成先生 和大家分享 他對土地供應大言論的看法 多謝大家 多謝